谁说续集一定会烂尾 时隔五年犯罪都市二终于强势归来 在韩上映不到三个月 观影人次已突破1300万 要知道韩国组人口也才5000万 不仅票房成功问顶 印度冠军工作 并后口碑更是一路走高 某办评分高达7.6分 成为今年当之无垮的报复家族 话不多说正片走起 自从制服了东北狠人张千旦一伙后 景川重案组的东哥每天又开始处理起 那些毫无挑战的琐碎案件 这次他遇到一个劫匪劫持了一家便利店 为了解救店里的人质 东哥选择从后门悄悄潜入 可他的身板实在太薄了 一个不小心就碰倒了整个货架 没办法看来只能正面硬钢了 他好心劝劫匪放下刀以免受伤 可对方根本不听 拿着刀就刺了上去 只见东哥快速转身架一个过肩摔 将劫匪狠狠地摔在地上 接着他反手一摆 劫匪的望骨瞬间折断 立刻丧失了还手能力 看到人质被成功救出去后 东哥还不忘用小刀教训了一下解匪 扎得解匪在地上只挖乱叫 受尽屈辱的他一口咬在东哥手上 这还得了 气得东哥抡起膀子一拳过去 差点让解匪直接领了盒饭 这里偷偷告诉大家一个表情包的彩蛋 现在只要在评论区输入发送拇指加鲜花 就能解锁一个全新的表情 解锁的表情在最后 虽然成功制止了这次暴行 但由于解匪伤势过重 东哥再次因为过度执法被送上了热搜 就在几人谈笑之间 队长老崔面色民众的走了进来 他带来了一个新的任务 原来一个叫阿伟的海外逃犯 居然自己跑到越南大使馆投案自首 上头命令他们去将犯人引渡回国 一听要去海外办案 众人纷纷举手报名 谁也不想错过这种带新旅行的机会 看到手下们一个个吊儿郎当 老崔忍不住起身大声训斥 准备 人质 받으러 가는大ня 얼마나 중요한事인데 我会做的 他们跟他们 稍等 我们两个人怎么办 英语人都不懂得了 什么英语人? 干长英语人都不懂 我现在英语人评论吗? 我最爱吃的 我最喜欢吃的 但没有鸡肉和 没有鸡肉 完成吗? 英语人都不懂 对 外国去外国时 跟我一起去 反射能够 我不自然 一下飞机两人就被扣在了机场 越南人根本听不懂老崔的泡菜音语 幸好当地使馆的工作人员及时赶到 两人这才成功走出机场 很快他们就在使馆里见到了阿伟 可当东哥问他为什么要自首时 阿伟却摆出了一副欠揍的模样 说是自己良心受到谴责 希望国家给他应有的惩罚 这可把东哥听笑 看来不得不上点手段 老崔立刻心领神会的用指被挡住了摄像头 还没等阿伟提出疑问 东哥一把就将他按到了桌上 把大拇指使劲往锅肉里戳 阿伟疼地发出了杀猪般的惨叫声 这还没完 接着东哥死死地按住他的头 用拳头不停地猛砸桌面 刺耳的风鸣声瞬间在阿伟的耳窝里爆炸 体验到东哥的文明执法后 阿伟终于乖乖地开了口 原来一周之前 他和四个人策划了一起绑架案 将一个来越南旅游的富二代绑进了车里 可还没等他们拿到钱 富二代却趁机从车上逃了出去 虽然最终还是在芦苇丛中抓住了他 但这却惹恼了同伙里一个叫阿伟的男人 他连砍树刀直接就弄死了富二代 这顿时引起了另一个同伙的不满 明明说好的劫财怎么还把人质给杀了 他大骂阿伟长了个猪脑 就在这时 阿伟的弟弟突然从身后刺了我 接着对着他的脖子向右翼滑 直接就送他去见了阎王 现场立刻就安静下来 为了得到赎金 阿伟剁掉了富二代的手 然后连同护照拍了张照片 发给了富二代的父亲 对方当天就按照阿伤的要求支付了赎金 可拿到钱后的阿伤从一开始 就没打算和阿伟他们分这笔钱 他趁机杀死了阿伟的同伴 阿伟得知消息后 这才赶忙跑到大使馆投案自首 希望能回国保命 听说又牵扯到一起杀人案 这让本来想来度假的老崔不愿插手 可正义感爆棚的东哥 怎么能放过这样的罪犯逍遥法外 按照阿伟的供述 他们很快就找到了阿伤的住宿 可这里早已经楼去人空 经过四五个小时的挖掘 终于发现了埋在后院的尸体 然而尸体的数量 却大大超乎了他们的预料 没想到这个阿伤 居然是一个连环绑架杀人案的凶手 就在这时 东哥突然接到了一个线人的电话 韩国最大的黑帮 居然派人来到了越南 而且听说他们也在四处 寻找这个叫阿伤的男人 还没等东哥问清楚状况 这是一个越南军官 怒气冲冲地走过来 他要求他们立刻 停止在这里的非法调查行动 虽然老崔也不愿插手这个案 但为了韩国警察的尊严 他用英语和对方距离力争 可军官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一旁的越南人纷纷端起了枪 向来形势鲁莽的东哥 此刻反倒异常冷静 他连忙拉开了激动的老崔 就在两人的调查陷入困境时 案子突然有了新的转机 怎么办 有什么策略 我去吧 谢谢 targets łbym 这 车 软